莲锅汤 莲锅汤是一款独具四川乡土风味的菜 做这道菜的原料是 猪腿肉250克 鲜汤100克 白萝卜500克 姜片5克 葱段100克 花椒15克 味精1克 精盐3克 胡椒粉1克 制作的时候 把肥瘦相连的猪腿肉 切成长5厘米 宽2.5厘米 厚3毫米的片 白萝卜去皮 切成长6厘米 宽2.5厘米 厚3毫米的片 炒锅放到锅上 打底油 放花椒 姜片炒香 加上清汤 汤烧烧开以后 放入肉片 萝卜片 葱段 福尾 花椒 米的片 花椒 有两天 海 花椒 大浅 美的片 小椒 与 接着往里加胡椒粉 加入精盐 料酒 同时滤去浮沫 将葱段剪出 不要 放入味精 然后装在汤盆内 另取油 烧开后 加豆瓣酱炒香 加入蒜末 姜末 料酒和味精 加少许清汤 最后加少许醋 装在小碗内 同时撒上葱末 上桌时连锅汤随调味之骨上 这道菜的特点是取料方便 味道宜人 有汤有菜 经济实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则徹 明天见 重工 提供 明天见 明天见